朋友们好,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。 喜欢记得,帮忙订阅点赞评论下吧。 这期继续分享遨游第68,陆宇看向何方海,必须要做好家属思想工作。 这件事千万不要让嫂子来闹。 何方海稍愣,接着脸上都是肯定点头。 焦泽雷已然明白,陆宇这是想将来重用何方海,担心家属闹事,成为诟病,点头赞同说道,这个非常重要啊。 就算是再有不满,也要委屈忍住。 何方海没多想,开口保证道,两位领导放心,我回去就做我妻子思想工作,一定保证他不闹事。 陆宇欣然汗手,看向何方海,我陆宇从不承诺给别人什么,但我陆宇从来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做事的人,只要我陆宇在,什么都不会差。 何方海反而脸色激动涨红,陆宇虽没承诺,但已经表明,这件事之后,肯定会有说法。 陆宇欣然,我何方海没有其他追求,刘云峰市长是我的榜样,所以,我一直希望能做一个他那样的清官,为民做事的清官。 陆宇想到何昌君提醒,表情严肃地点头,何局长放心,我陆宇会处理好一切。 何方海彻底放心。 三个人又商量一些细节后,从焦泽磊家中出来。 此刻,已经是日出东方。 望着火红的朝阳,陆宇新潮澎湃,终有一天,会让这轮朝阳变得更加火红明亮,照亮丰都县的每一寸土地。 在路上,就通知其他副县长和秘书长马上开会。 当他到达时,众人都已经来到。 目光首先看向陆宇,发现陆宇头发有些微乱,双眼不满血丝,显然没有休息好。 江云天也是,知道是案件情况很严重导致。 杨永江坐下,环视一圈其他副县长,昨天陆县长办公室失火的事,大家都知道了吧。 众人纷纷点头,表示知道。 杨永江看向秘书长廖军,廖秘书长,你今天抽调人员,对整个县政府大楼进行安全排查,一定要将所有的隐患排查清楚。 廖军当即点头接受任务,杨县长放心,我保证立即落实。 杨永江看向锐进兴,锐县长,你负责组织人,制定一系列用电,防贼,防盗等管理规定,要求所有人都要熟知,严格落实。 锐进兴领售任务,杨永江看向陆宇,陆县长,你办公室被烧,这件事我非常愤怒,但我不知道为何被烧。 你能说说吗?他还是不太放心,想要试探陆宇。陆宇自然不会说何方还给的证据问题,脸上表情故意装作愤怒地说道, 这件事我自己都不知道,我那里就是农业农村局和扶贫办的工作相关材料,其他工作都没有,至于刚刚负责的民政局,我调研都没去调研,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到失火。 陆宇依侧头看向江云天,江县长,你那边有什么消息没?江云天阴沉着脸摇头,没有线索,那个人的脚印和指纹,我们都在排查。 更是让常务副局长钱涛光亲自负责,现在还是没进展。陆宇听说让钱涛光负责,心就是一尘,完了。 他知道,钱涛光就是王安光杨永江一派的人。对于江云天不起用齐雅如破案,有些恼火。 不过,很快他就有了新想法,这或许也是好事,上次与齐雅如谈过未来的事,他想要在这里担任局长,慢慢起步,或许这就升任公安局长的好机会。 陆宇压下怒火,没有说话。杨永江看向江云天,江县长,不管怎么样,三天必须破案,否则这件事传出去。 我们丰都县的脸面皆无,尤其是现在扫黑除恶的大环境下。 江云天感觉压力重重,但还是点头保证,杨县长放心。 杨永江又做了一系列指示后,散会。他们刚刚散会,就接到半小时后去参加常委会的通知。 江云天也被通知去列席,他知道,自己又要成为被质问的对象,心中不爽,更是怨恨陆宇,好端端的干嘛引起这样的深仇大恨。 杨永江被倪洪超打电话叫了过去,陆宇已经拨通了齐雅如的电话。 没。我和王惠丽在研究你办公室偷盗失火案件。 齐雅如说道。陆宇微愣,按照肖孟臣他们医疗扶贫安排,今天周一,接着下乡去扶贫。 所以,刚刚听江云天说钱涛光负责案件,以为齐雅如被安排继续下乡。 怎么了?齐雅如没听到陆宇回话,有些好奇问道。 我刚刚开会,听江县长说钱涛光负责案件,我以为你继续下去医疗扶贫了。 陆宇解释。 别提这件事了,我本来对江云天的印象还不错,没想到竟然也是一个屈烟覆势的人,竟然不知轻重。 齐雅如语气充满抱怨,显得非常不满。 这件事你不管也是好事,免得别人会多想,我给你打电话,主要是提醒一下。 提醒什么? 齐雅如盲问。 将昨天你和王惠丽取证的那些指纹脚印多备份几份,一定要避免重蹈我的负责。 陆宇声音中还带着几份悲愤,明显心有不甘。 多亏你提醒了,我现在就去落实。 齐雅如倒是痛快。 这件事既然不让你负责,你就不要参与,甚至都不要帮助王惠丽参谋。 陆宇强调。 你难道不想破案? 齐雅如好奇询问。 当然想,但有些事不是想的事,而且你提醒王惠丽,要注意,加强对县政府内部人员指纹的调查。 陆宇用分析语气说道。 你怀疑有内鬼? 齐雅如疑问。 陆宇冷笑,没有内鬼,怎么就那么清楚我的办公室? 而且,我的重要资料分放在几处,放原件的抽屉里面没有着火,东西却已丢失,完全不正常。 齐雅如在另一边,恍然点头,表示同意。 还有一个事,你安排人秘密调查。 陆宇接着说道。 调查什么? 齐雅如忙问。 你让人查一下田园小区监控,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车辆或者人到三号楼二单元。 去那里干什么? 齐雅如疑问。 那是何方海的家,我怀疑去他家取调研报告,被人发现了,所以才会盯上那份材料,安排偷到放火。 陆宇非常冷静地说道。 陆宇非常冷静地说道。 齐雅如恍然,没想到如此复杂。 我安排人落实。 至于你个人,必须下去医疗扶贫,其他事不要管,甚至孟云娇都不要去见,现在就低调做医疗扶贫这件事。 陆宇非常严肃地提醒。 没那么必要吧。 齐雅如嘟囔道。 这件事听我的。 陆宇说得很硬气。 真烦人。 女汉子的齐雅如竟然忧怨地像个小女人。 不过,马上就脸红了,知道了。 我挂电话了。 不等陆宇说话,急吼吼地挂断电话,脸已经红得像红纸。 但他很快恢复正常,对王惠丽一番安排后,与江云天请假回去休息,真的不管了。 江云天也乐见齐雅如不管,没有多说。 霓虹超办公室内。 杨永江进来时,霓虹超和江涛两个人都在抽烟,里面烟雾缭绕,很是呛鼻。 两个人的脸色都非常难看,杨永江知道这件事不好处理,微微汗手,直接坐下。 杨县长,刚刚江书记和我商讨很久,关于陆宇办公室被烧这件事,你有什么想法? 霓虹超问道。 杨永江闻听,就知道这件事难办了。 没有直接表态,而是挑挑眉,看向江涛,江书记什么想法? 江涛听到杨永江询问,不敢不回答,连忙说道,杨县长,这件事能不能不如是上报? 杨永江心中咯噔一下,已然明白,要是如是上报,那么江涛和江云天这两个人就会被批评。 陆宇当初扫黑除恶硕果累累,结果两个人现在连一个在的逃风会笑都抓不住。 这要是在报告陆宇办公室被盗被烧,那两个人屁股底下座位都不稳了。 他没立即表态,而是看向倪洪超。 倪洪超心中不爽,刚刚江涛与他商量,两个人基本达成一致,现在是希望杨永江首先同意,倪洪超再表态。 现在,杨永江也不傻,直接询问倪洪超。 倪洪超没立即表态,而是故意开始沉默。 江涛也不好说什么,只能是尴尬地看着两个人。 他很清楚,要不是看在自己是丁来信曾经秘书的份上,倪洪超和杨永江不会这样对自己,恐怕早已被骂得狗血淋头了。 倪洪超没办法,只能开口说道,杨县长,现在封都县扫黑除恶行事,因为封会校逃跑的事,急转直下,这个事有点尴尬。 倪洪超同样是老狐狸,不肯将事情直说,而是绕着说封会校的事。 言外之意,要是真的被上面指责,那么封会校这件事也会被提起,现期破案,那就麻烦。 更是暗指杨永江与封会校很熟悉。 杨永江沉默醋眉,陷入宁私。 足有三分钟,江涛抬手看时间,距离开会已经不到十分钟。 杨永江看向倪洪超,语气严肃地说道, 倪书记,这件事我觉得还是要慎重,连租楼的事情前车可见,路雨盯上王安光,上次常委会还是怒耻, 我们毕竟还是要在这里一起工作。 他选择不支持,还故意警告提醒。 事实上,他在赌风会校不会出现。 若是风会校在丰都县,那么李美兹就会害怕,不敢处理他的财产,更是不敢与自己在一起。 所以这一次,杨永江铁了心不同意江涛的方法。 倪洪超和江涛出乎意料,本来以为杨永江与陆宇关系僵化,让他担任反对及先锋,站出来反对鼎雷,现在对方坚决不同意。 这,两个人有点失望,看向彼此。 倪洪超脸色阴沉不语。 江涛有些焦急,还是求助地看向倪洪超。 一会儿召开常委会,我们研究这件事吧。 倪洪超最后无奈,开口说道。 杨永江点头。 两个人之间,第一次产生了裂痕。 但倪洪超知道,这不怪杨永江,毕竟陆宇未必同意,而且闹起来,陆宇太可怕。 他也有些头疼,眼前这件事,盯来信打来电话,话里话外,就是想要压下来这件事,想要保护自己的秘书江涛。 你书记,那我去会议室了。 杨永江站起身说道。 都一起去吧。 倪洪超还想绑架杨永江支持,站起身说道。 杨永江暗骂狡猾,但也只能是跟着。 三个人走向会议室。 陆宇此刻走进了常委会会议室。 已经到达的常委,看到陆宇进来,纷纷开口。 报民国,陆县长,火烧望运,你这是要火起来的架势,好事啊。 黄萍霜,陆县长,我现在可是急着给你灭火,不停地控制这个新闻呢。 焦泽磊,陆县长,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资料? 要不要告诉我。 每个人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开口,虽然有些调侃,但陆宇知道,大家都是在送来关心。 不管平日大家关系如何,但是现在,自己作为一个县委常委,办公室被烧被倒,肯定是引起重怒。 陆宇一番感谢,走到自己座位,刚要坐下,倪洪超三人走了进来。 众人脸上表情恢复严肃,但倪洪超三人在外面时,已经听到里面问候。 这让三个人内心都很复杂,尤其是江涛,内心更加紧张,难道自己的计划无法实现? 倪洪超沉着脸坐在座位,杨永江一言不发。 江涛座位相对较远,走过去的过程中,他明显感觉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他,他心中有种突突直跳的紧张和压力。 众人坐下,倪洪超轻轻嗓子,陆县长办公室被盗被烧这件事,大家都听说了吧? 众人表情严肃的汉手,表示清楚。 倪洪超看向陆宇,陆县长,这件事我是非常愤怒的,已经让江涛书记指导公安局三日之内必须破案。 停顿下来,看向列席会议的江云天,江县长,公安局那边情况怎么样? 江云天连忙坐职身体,倪书记,我们正在全力以赴调查。 常务副局长钱涛光,全程组织人排查线索。 我是问有没有具体线索。 倪洪超显然对于回答很不满,直接开口打断问道。 江云天的表情有些尴尬,张了几下嘴,最后摇头,表示没有。 倪洪超脸路失望,看向陆宇,陆县长,你办公室到底有什么重要东西? 会让你的办公室被偷被烧? 众人也都看向陆宇,眼中都是渴求答案的表情。 就连焦泽磊都装得非常真实渴望。 陆宇坐职身体,满脸郁闷地说道, 倪书记,我之前说过,里面就是我分管的农村农业局和扶贫办的工作材料,没有其他东西。 倪洪超虽然不相信,但也无法强迫陆宇说太多,只能满脸不甘点头。 江涛一看,情况不对,要是真的这样相信陆宇,自己就麻烦了。 连忙看向陆宇,装作歉意地说道,陆县长,因为你发生这样的事,我和江县长内心都很同情和歉意,一直没找你了解具体情况, 现在还希望陆县长能仔细想想其他线索,提供出来,以便我们能有个破案的目标。 倪洪超对江涛的这个理由找得比较满意,微微汗手,看向陆宇,再次说道,陆县长,县政府那么多办公室,只是烧你的办公室, 这件事还是希望你仔细想想其他可能原因,尽量配合一下江书记和江县长,该不会是有什么小人故意使出的坏招,对陆县长阴损吧。 暴明国性格直爽地说道,倪洪超和江涛听着很刺激,感觉好像是在说他们,只是,对于暴明国这种性格的人,他们也没法反驳,何况对方还是话操理不操,很有道理呢。 陆宇内心感激暴明国不遗余力地支持自己,他假装沉思片刻,突然眼露思索地看向倪洪超说道, 我那天收到一个快件,里面是档案袋,还没有来得及看内容,就放在抽屉里离开了,火灾将办公桌外表烧了,里面没烧到,但档案袋不见了,莫不是。 他没说完,但言外之意,就是为了这个快件,而他更是将目光看向杨永江。 杨永江虽然知道真相,听到陆宇说起这件事,也忍不住刷的变化。 他不知道陆宇是不是真的收到了这样的快件,心中没底。 他的微妙变化,陆宇看得清清楚楚。 倪洪超倒是没注意这个细节,立即看向江云天,江县长,这个线索一定要重点排查。 江云天也是连忙坐直身体,看向陆宇,陆县长,这个快递是从哪里收到的? 是有人打电话让我到田园小区三号楼二单元去的。 陆宇继续说道。 焦泽磊微微猝头,陆宇这是什么意思? 这不是直接指向了何方海吗? 还有,要是真的去找到监控,也容易发现不对劲啊。 陆宇心中却想得不一样,到时候可以说这个快递是何方海转给自己,反正这就是他与何方海的事。 现在,他要给杨永江来个打草惊蛇,让杨永江等人警惕紧张。 果不其然,杨永江的表情变得凝重,甚至目光开始不停变化,思考这件事如何处理。 很快,他做出决定,应该按照霓宏超的意思,不能上报。 一旦上报,上级下派调查组,这件事反而麻烦,必须给钱涛光他们消灭证据的时间。 杨永江坐直身体,看向陆宇,表情凝重说道。 陆县长,这件事,江县长和江书记肯定会全力以赴调查。 现在有个情况,我觉得,应该好好思考研究。 陆宇知道,杨永江这是要出头了,心中暗喜,连忙客气说道。 杨县长请说。 杨永江故作为难,你的办公室被烧备到这件事,我们是要上报,只是。 话停下,看向了倪洪超。 倪洪超微愣,杨永江什么意思? 难道主动出卖自己,让自己来说,不如是上报? 他自然不想说,连忙看向江涛。 江涛同样郁闷为难,但现在与自己息息相关,陪孝看向陆宇,陆县长。 这件事能不能稳住几天上报,或者是灵活上报呢? 江涛话落地,现场众人都已明白。 陆宇心中冷笑,这些人看来,真的是不长记性,难道当日连租楼的事,都忘记了吗? 杨永江担心陆宇直接反对,顺着江涛的话说道,江书记的大局观很好,这件事真的要慎重才行,要不然传出去,还不知道会对我们丰都县产生什么影响。 霓虹超与江涛下一时的对视一眼,杨永江要支持不报了。 若是支持,简直完美,两个人心中狂喜,霓虹超连忙看向沈胜石和陈天旭,希望他们帮忙开口。 沈胜石倒是直接,陆县长,火烧望运,家丑不可外扬,就干脆不报得了。 霓虹超很欣慰,眼底闪过微笑,看向陆宇,充满期待。 陆宇未等说话,黄萍霜首先摇头开口。 她的出口,让松口气的江涛,很失郁闷。 不报,她没责任,但宣传部要监督舆情,自然难办,黄萍霜不干。 霓虹超很清楚,眼前这件事,江涛也好,黄萍霜也罢,甚至她自己,想要如何都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,陆宇想怎么样?要是陆宇想报,那么这件事很难办。 杨永江看向黄萍霜,语气严肃地说道,黄部长,这件事,我觉得还是慎重比较好。 而且,大家不能因为害怕担责,就不顾大局啊。 看向霓虹超,你书记,我觉得,现在丰都县的形象很重要。 霓虹超也被杨永江弄得很被动,杨永江就是不说真实想法,故意往自己这里绕,让自己来说,索性试探一下问道,杨县长什么意思? 杨永江出乎意料,霓虹超竟然反踢回来,连忙说道,我当然是服从县委决定。 霓虹超气地握了一下笔,他是县委书记,身为县长副书记的杨永江说,听从县委决定,那不就是他的决定吗? 此刻,众人都已看出,霓虹超与杨永江都有一不上报这件事,但每个人又都不想说穿。 护打太极,霓虹自然更是清楚,心中暗响,必须火上浇油,看向众人,昨天烧了我霓虹的办公室,要是我发现的不及时,抢救不及时,县政府大楼都可能烧了。 若是那样,现在大家恐怕都没心情在这里开会。 江涛脑袋嗡的一声,连忙说道,陆县长,你有些威严耸听了。 陆宇摇头,江书记错了,我这一点都不威严耸听。 而且这件事,谁知道是不是峰会笑在背后推手呢? 要是峰会笑在背后推手,那就有可能哪天把其他常委的大楼也烧了。 江涛听到陆宇越说越严重,气得差点骂娘,陆宇真坏,竟又把峰会笑给扯进来,这是想逼迫他解决。 霓虹超已经看出来,陆宇是不想轻易解决这件事,而且还有将事情闹大的想法。 他深吸一口气,注视陆宇说道,陆县长,提到峰会笑,我说两句,你书记请讲。 陆宇表现得很客气,当前也是扫黑除恶的时机,峰会笑这样的人物存在,早就应该缉拿归案,结果没有,才导致了他的逃跑。 霓虹超隐会批评陆宇,当时绑架案了结匆忙,陆宇也有责任。 陆宇脸色凝重,关于峰会笑指使孟云交封都役中绑架一案,我有失职,之前常委会已进行过道歉,若是尼书记觉得不够,我可以正式行程报告,上报上级。 霓虹超被顶得直翻白眼,当场闭嘴。 他没有想到陆宇竟然如此不怕事。 陆宇反而更加淡定,又看向江涛,江书记,你们这么久了,没抓到峰会笑,还没有审清楚孟云交他们的案子吗? 江涛,被陆宇质问得哑口无言。 陆宇就像是没有看出他们尴尬,继续说道,丁雄市长对你们真是太好了。 我当初担任公安局长时,王英豪他们那一系列案件,几乎就是追着我现实破案。 现在想想,那时公安局的破案能力也是挺厉害的。 陆宇破天荒地自夸,让江涛和江云天更无地自容。 同样是人,差距怎么那样大? 尤其江云天,可是老警察出身。 而且,丁雄市真照顾他们,与当时的陆宇相比。 他们在天上,陆宇在地下。 结果,他们除了丢脸还是丢脸,反倒是陆宇,不断地发光出彩。 汉言,杨永江眼看陆宇和江涛要崩起来,内心反而高兴,他们越是紧咬,那就越好,自己省心。 尤其是江涛后面有市委书记丁来信力挺,陆宇得罪得越是厉害越好。 霓虹超见陆宇要较真,担心僵化了,事情难办,连忙说道,陆县长,这件事我觉得暂时按意外失火上报,你看如何。 意外失火。 陆宇大声反问,明显反对。 霓虹超连有些挂不住。 我赞同你书记的建议。 江涛连忙说道,我也支持。 杨永江略带犹豫支持。 我赞同。 沈胜时跟着附和。 其他常委都陷入沉思,甚至焦泽磊和报民国都看向陆宇,想知道他的想法。 你书记是班长,班长怎么说,我就怎么听。 就在众人以为陆宇会反对时,陆宇让没想到的事,竟然同意了。 只不过,他的表态是听从班长的话,代表的是听从霓虹超的话,并不是陆宇自己的想法。 这让众人匪夷所思。 霓虹超更是很讶然。 我也听班长的话,毕竟你书记是一把手,已经定了基调。 报民国又是耿直地说道。 其他几个人也都纷纷开口,意思就是听从霓虹超的话。 霓虹超现在恶心地都想要呕吐,他知道自己被陆宇耍了。 陆宇刚刚那么大声,其实就是虚张声势。 而现在的情况就是,陆宇反而同意了。 只不过,这是他霓虹超的决定,将来有了问题,都是自己的问题。 霓虹超脑袋嗡嗡直响,自己简直就是要被坑死了。 这件事,我觉得还是以县委名义上报比较好。 杨勇将担心霓虹超推给他,连忙开口建议道。 霓虹超这回都要报干,真成他自己的事情了。 强忍怒火,那就让政法委拿出一个初步报告。 各个常委同意后,我们上报。 江涛听到责任给了自己,虽不情愿,但也只能受着,谁让自己没能破案。 压制怒火点头同意,表示接受。 霓虹超心中更是不爽,自己这事替这件事背锅了,地地道道地成为了背锅侠。 他恼怒之下,要求江涛他们必须三天破案。 同时,还不忘记提醒陆宇两天后拿出连租房烂尾楼的解决方案。 江涛和江云天感觉压力重重,表示能够完成。 陆宇的眼中却都是笑意。 这一局,霓虹超走得完全就是臭棋,竟然把自己给跳坑里去了。 霓虹超也知道自己走错了,但没办法,已经说出去了。 江涛回去,立马写了一份报告,最后以县政府工作人员工作失误为由,报了上去。 霓虹超同意,签字后,上报给了密云士。 陆宇确定,这样上报以后,他当时就笑了,这盘棋,越来越有意思了。 霓虹超如此与杨永江牵扯不清,那么就有一天,他会主动闭上自己的嘴。 霓虹超这是点火烧个大缸,自己拉自己入瓮。 杨永江倒是高兴,自己成为了赢家,反而最轻松。 风都县的上报报告,很快就在官场传开,毕竟发生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办公室被盗被偷这种事,绝对的大新闻,加上官场人多嘴杂,很多人都已知道。 霓虹超文听,霓虹超这样上报,脸黑得都要低沫,他愤怒地拿起电话,拨打霓虹超的电话。 你,你,你海川说了两声,最后将废物两个字咽了回去,没有骂出来。 毕竟是自己亲侄子。 叔叔,到底怎么了? 霓虹超紧张又焦急地询问。 霓虹的办公室被烧,你按意外失火上报的。 霓虹超强忍怒火问道。 霓虹超一听是因为这时,内心也很恼火,本来我想让杨永江来说,这个缩头乌龟太狡猾。 霓虹超最后还是我说的。 缩头乌龟,人家那是聪明。 聪明,你懂不懂? 霓虹超乎被人啪啪地抽打双颊,尴尬地战红了脸,忍着窝火吞吞吐吐吐解释道。 叔叔,这么说出口,当时我也非常尴尬,非常后悔的。 但是,已经晚了。 哼,你还没有傻到家,还知道晚了是吗? 霓虹超终于还是说出了带有侮辱的气话。 霓虹超的脸火辣辣的热,这和被骂傻子有什么区别,他尴尬地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 哼,这件事,尚有余地。 你必须让他们三天破案,必须要真凶归案,否则露虹肯定会让你从屁股底下的座位上滚下来,明白了吗? 你海川闷哼出一口浊气,大声警告道。 有那么严重? 霓虹超还是不警觉,带着质疑的口吻问道。 霓虹为什么那么轻易同意你们上报? 你以为他在,等着你们无法破案,无法给他一个交代吗? 你海川愤怒地挂断电话。 废物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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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海川怒急大吼,把桌子拍得山响,他太失望了。 霓虹超紧张地攥着手机,心脏剧烈跳动,手也微微颤抖。 叔叔如此大怒,肯定有他的道理,一定要谨慎完成叔叔的交代。 霓虹超头脑上知道陆宇难对付,心里实在是不服,他怎么也没想到陆宇竟然玩了这么狠毒的一招。 霓虹超不假思索,立即给江涛拨打电话,告诉他,三天内,务必破案。 江涛当即领命,马上开始布置人马。 此刻,萧忠明办公室。 齐广斌来了,正与萧忠明面对面坐着。 俩人面前的茶水冒着热气,阴晕萦绕着茶香,茶壶中还发出咕噜咕噜的沸腾水声,仿佛是在欢呼。 冬院让霓虹超去丰都县,恐怕现在已经后悔了,这是一大败笔啊。 齐广斌首先开口。 萧忠明点头,不得不说,陆宇这小子成熟很多啊。 要在过去,发生这种事,他肯定会暴跳如雷,甚至到常委会拍桌子,现在竟然忍了下来,沉稳了不少。 我看,他这个局部的也不小。 齐广斌汉首,如此年轻,有霓虹超和杨永江的双重积压,能逆势崛起。 还能操控这样的局面,这小子就像一匹黑马,论起官场智慧,比现在很多厅级干部都要强。 至少是比丁来信要聪明的,这件事,丁来信怎么能参与呢? 就算为了江涛,也不能参与,现在,他们就期盼能按时破案吧,否则,后果恶劣,不堪设想。 肖忠明说道,我觉得,这一次陆宇瞄准了很多干部位置,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安局局长位置。 齐广斌一脸正色地说道,肖忠明闻听,没有说话,只是微微一笑,举起面前的茶杯,齐书记,我们碰一个。 齐广斌也笑了,肖书记的茶就是好喝,我以后还得经常来喝。 随时,肖忠明与齐广斌的茶杯碰在一起,接着说道,等将来有机会,我们与陆书记一起喝茶才好。 我也盼着呀。 哈哈。 两个人大笑,将茶水一饮而尽。 肖忠明已经明白,齐广斌的意思是自己女儿想当公安局局长。 事实上,这样一个局长,他不会在意,而且齐雅如却有奇才。 这丫头和自己女儿都倾心露语,齐广斌这是担忧,我的女儿只是个辛辛苦苦的医生。 两相对比,自己的女儿就不如他家了,这是怕我心里不平,这怎么会呢? 人个有志吗? 再说,感情的事也不是这些能决定的,势力的感情也没什么好留恋的。 齐广斌的意思很明显,女儿喜欢陆宇,陆宇也需要公安局的行动支持。 女儿当然愿意,自己只好设下老脸来试探肖忠明的意思,毕竟肖孟臣与陆宇走得更近。 而自己的女儿比肖孟臣发展得更有风光,外人一看,就不明真相了,必须当面来讲一下。 肖忠明心胸宽广,举杯庆祝,很自然地说明他坦坦荡荡,并不在意。 言外之意,大家是朋友,年轻人的事情,并不参与。 两个老父亲,倒也都算心胸豁达。 丰都县公安局,江云天办公室。 前局长,情况怎么样? 刚刚将书记打来电话,你书记已经下了死命令,三天时间必须破案,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。 江云天看向钱涛光,一脸焦急地问道。 钱涛光脑袋发沉,表情凝重,没有立即回答。 事实上,他正在恼火。 那个小偷,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,就地消失,不知所踪,他翻遍线索,愣是找不到人。 可是,上面的指纹,清晰地存在着,昭告着这个人的存在,万一这个人被查到,可就全完蛋了。 钱局长,江云天见对方居然没反应,有些不满地喊道。 钱涛光收回心思,脸色紧绷着说道,江局长请放心,我全力以赴破案。 那就好。 江云天脸色阴沉,没做其他要求,他将这个任务交给钱涛光,案子破了自然好,破不了就让他顶雷。 钱涛光汇报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调查经过,就出来了。 刚刚回到办公室,刑侦科的嫡系孙昊进来。 指纹辨别得怎么样? 钱涛光看向孙昊问道, 钱局长,依据我们目前分析,上面的指纹属于三个人,其中一个是陆县长的,另外两个还在排查。 另外两个? 钱涛光脑袋嗡的一声,想到张敏说过,黄永辉进去过,难道? 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,两天内破案,否则谁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,影响重大呀。 他故作淡定,这个指纹的情况,关系重大,务必保密,等我的命令。 是。 孙昊立即答应。 钱涛光的语气中充满了凝重。 孙昊点头,不敢多言语,转身出去。 钱涛光心中没底,犹豫片刻,找到张敏电话拨打过去。 很快接通,张敏客气地说道, 钱局长好。 黄永辉进入陆宇办公室的时候,有没有戴手套? 钱涛光开门见山问道, 什么意思? 张敏盲问。 他是不是在里面留下了指纹? 钱涛光再次问道。 嘶。 张敏倒吸一口凉气,脸色变得苍白,稍等,我马上去问,一会儿给你回过去。 钱涛光挂断电话。 张敏紧张了,连忙给黄永辉拨打电话。 就算搬着脚后跟响都知道,这件事肯定是张敏找人做的,否则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。 想到张敏的大胆猖狂,他几被一阵阵发凉,感觉收的那二十万,简直就是催命单。 滴滴。 手机响起,黄永辉吓得一哆嗦。 办公室的其他人看到他的特发反应,都是一惊,各个诧异。 黄永辉一看是张敏的电话,脸色变得非常难看,他拿起手机,直接挂断,转身走了出去。 另一边,张敏见他不接听电话,非常焦急,又一次拨过来,又一次被挂断。 没办法,张敏转而飞动手指,编辑短信。 黄永辉一溜压跑下楼,一屁股上了车,才回拨过去。 张敏不等发送信息,连忙将电话接通,黄秘书,有个情况我要核实。 张敏,你是不是疯了? 做得太过分了。 黄永辉愤怒地说道。 张敏心中鄙视,胆小怕事,不能成事,这种人不能过分刺激,直接沉声问道。 黄秘书,你进陆宇办公室的时候,有没有戴手套? 戴手套? 黄永辉反应过来,我哪有手套啊? 完了,那上面有你的指纹了。 张敏顿时紧张地说道。 黄永辉更加地紧张,张局长,你可要害死我了。 张敏抬手擦拭一下额头的冷汗,心中也是一片慌乱,但还强自镇定,安抚道。 你不用这样紧张,等我电话,我想办法,把你的指纹处理掉。 一定要快。 黄永辉松口气。 放心好了,我不仅保证你安全,还会想办法把你调整成办公室副主任。 张敏为了让黄永辉稳住,直接将杨永江随口一说的话都办了出来。 黄永辉闻听,倒是心中一喜,没有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事,指纹要紧。 过了这一关,自然相信你言而有信。 张敏挂断电话,立即要给钱涛光拨打过去。 就在这时,手机响起,方蓝打电话。 张敏定在原处,思考片刻,他已经打定主意,拨通钱涛光的电话。 钱涛光在等电话,立即接通,怎么样? 其中一个应该是黄永辉的。 张敏说道。 你,你,钱涛光气得都要骂娘。 钱局长,你别急,我有个建议。 张敏冷静说道。 什么建议? 钱涛光盲问。 不如,让你的人将两个指纹都清除掉,然后找个顶包的贼,将其指纹取证如何。 张敏建议道。 这怎么可能? 我们不能回到现场的。 钱涛光当即否定。 眼下行事,需要有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才行。 难道你觉得,上面会认真调查吗? 恐怕那个贼抓住就死掉,才是杨县长他们最高兴的事情。 张敏阴险地说道。 钱涛光顿时也沉默,张敏的话,的确就是如此。 我想想。 我服从你的安排。 张敏表现得非常低调。 钱涛光挂断电话。 张敏立即开车,返回御花园小区。 钱涛光在屋内来回踱步,反复思考,足有好半天,终于定下心来,的确就是如此。 他立即给孙昊打电话,让他过来。 孙昊很快进来。 钱涛光看向孙昊,只闻识别的情况,都有谁知道结果。 我正在处理,还没有给别人。 孙昊如实说道。 不要处理了,暂时把仪器用坏,等我消息。 钱涛光表情严肃地说道。 钱局长,这,孙昊有些疑惑茫然。 上头要求三天破案,你说,怎么破案? 钱涛光一脸无奈,你现在就回去,处理好这件事,马上到季度干部调整了。 行侦科副科长,还没有合适的人选。 孙昊文听直误,顿时双眼放光,明白钱涛光这事要找人顶包,还是立即点头,表示明白。 很快,关于指纹检测仪故障的消息上报到江云天那里,江云天更加恼火。 这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,只是加速修理,同时联系密云士,准备借用一台。 钱涛光再次给张敏打电话,张敏没有接听。 此时,张敏已经进入玉花园小区,偷偷地躲在隐蔽处,看向自己小家的单元门方向,很快,就看到小鲜肉匆匆赶来,进了单元门。 张敏心中都是冷笑,暗骂芳澜这个见货。 这时,钱涛光的电话又一次打来。 张敏按下接听,钱局长,其他事情都不用管,您现在立即到玉花园小区来。 去那里干什么? 钱涛光不满地质问道,方蓝等你呢? 张敏回答,方蓝,我特么地没心情。 钱涛光暴怒,这是破案的好机会,不仅可以有女人,还可以破案。 张敏阴险地说道,什么意思? 钱涛光一脸疑问,到了就知道,要快。 张敏挂断电话。 钱涛光不明所以,匆忙下楼,开着警车赶往玉花园。 他并不知道,张敏竟是让他来。 钱涛光一心想要破案,愤愤地跟在张敏身后。 两个人很快来到酒楼,张敏掏出钥匙,轻轻打开门锁。 张敏本来还担心里面会反锁,这是他的关门习惯, 结果竟然没有,很顺利就打开了。 方兰听张敏说要开会,晚上才在一起,压根没想到张敏会突然回来,自是毫无顾忌。 张敏和钱涛光突然走进来,两个人吓得失声,一时没反应过来,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 几秒钟后,才同时发出尖叫。 钱涛光看到这一幕,顿时心中醋意生疼,就算只是玩了方兰一次,这样的游物,他也不希望看着别人玩弄。 你,你们肩夫淫妇?张敏愤怒地骂道。 方兰吓得脸色苍白,电光火时间,他反应很快,不是的。 老公,我,我,自己这身打扮,俩人这个姿势,就算浑身是脑子,也想不出解释的借口啊。 他是入室的贼吗? 就在方兰心急如焚,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时候,张敏突然换了个口气问道。 方兰一愣。 钱涛光也一愣,随后瞪圆眼睛,心中瞬间都是卧槽。 张敏聪明。 高明啊! 这时,要将这个色胆包天,上门通女干的家伙当成贼,抓起来顶包,钱涛光毛色顿开,顿时一阵高兴。 方兰再次反应过来,挖得一声大哭,扑倒在桌子上,断断续续地哭诉。 老公,刚刚,他说送外卖骗我开门,进来就要抢劫,还见色起义。 我,我的清白没了呀。 我,张敏心中都是鄙视,清白个屁,就是当父。 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,一脸怒不可遏,愤怒地指向小鲜肉,你竟然入室抢劫偷盗,你,你。 张敏转头看向钱涛光,钱局长,你得抓人啊。 钱涛光已经将随身戴的手铐掏了出来。 小鲜肉就是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,自以为聪明,到处找这种不甘寂寞的有钱女人,骗吃骗喝骗泡打,玩事会玩了一点,但是哪里见过这种世面。 尤其看到钱涛光拿出手铐,更加害怕,嘴都哆嗦得不好使了。 当真是百口莫辩。 钱涛光挤不上前,丝毫没费什么力气,他大意声扣上手铐,入室盗窃,抢劫,重罪。 还敢抢女干,罪上加罪。 你小子,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 啊! 小鲜肉吓得惊呼,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 钱涛光给孙昊打电话,让他过来抓人。 这边,方兰已经穿好衣服,过来发疯地捶打小鲜肉,还不时地踢上脊脚,假装发泄怒气。 钱涛光,张敏,也不拦着,看了一会儿。 住手,给我进来。 张敏看向方兰喝倒,带着方兰和钱涛光进了他的书房。 书房门关闭,外面根本听不到声音。 张敏看向方兰,一会儿警察肯定会来调查,你不要提起和我的关系,更不能说认识钱局长,就是情急报案。 明白吗?方兰立即明白过来,正中下怀,要是说出去,他自己就麻烦了。 尤其想到自己与钱涛光还瞎搞过,这么说求之不得,当即连忙点头,他就是贼,我可以作证。 方兰现在,就是典型的婊子无情了。 张敏看向钱涛光,钱局长,后面的事就辛苦你来安排了。 钱涛光已经明白张敏的意思。 嗯,我知道了。 张敏看了眼方兰,自己处理好。 否则你知道什么下场。 说完,转身走了出去。 方兰满脸紧张,求助似的看向钱涛光。 结果看到,钱涛光的眼神中依旧充满了贪婪与欲望,难道对自己还有兴趣? 他刚想试探,钱涛光也跟着转身出去了。 张敏和钱涛光下楼,后者又给孙昊打电话,让他马上来抓人。 方兰这边则开始威胁,警告小鲜肉,要是敢瞎说一句,就让他一辈子坐牢。 小鲜肉彻底吓猛了。 他就是一个无业游民,早早辍学,来城里打工,仗着几分面相,走上这条软饭之路。 他只知道,有钱人有油水,有钱人就是上帝,哪里懂这些,只当是有钱人在玩。 满口承认自己是入室偷到抢劫抢女干,配合方兰统一了口径。 楼下,钱涛光的警车内。 前局长,把另外两个人的指纹去掉,让这个家伙顶替入室抢劫的人,不是很好吗? 张敏讲话直接挑明。 这么干,有风险啊。 钱涛光自言自语地说道。 风险与机遇并存,要是不努力,就只能坐以待毙。 没有风险,哪里有机遇呢? 张敏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。 我试试吧。 钱涛光故作为难地说道。 这是方兰的手机号码,晚上孩子不在家,之后这里的人和事,我都不知道。 张敏说完,打开车门下车。 钱涛光望着张敏的背影,心中想到刚刚方兰的求救眼神,又想到进门时女人的风骚。 莫名的激动与兴奋,那就是男人心跳的冲动。 同时,更多的是对张敏这个人的钦佩,真是拿得起,放得下,舍得出。 这样的人,能成事。 钱涛光决定按照这个思路布局。 钱涛光再次给孙昊打电话。 孙昊正好带着两个嫡系赶道。 接通电话,恭敬说道。 钱局长您好。 你到我车上来。 钱涛光说道。 孙昊挂断电话,立即来到钱涛光的车上。 钱涛光看向孙昊,楼上是一个入室抢劫偷到抢女干的人,行为非常恶劣啊。 说完,停顿下来,不再说话,只是看着孙昊。 孙昊先是疑惑,后是沉默,片刻间精神一震,明白了钱涛光的这句话用意。 连忙看向钱涛光问道,钱局长的意思是,到时候你就说,那个女人是你远方亲戚,接到求救电话,来抓人的。 然后将她的指纹录入到系统,去掉之前的采样指纹,想办法让她承认烧毁了陆宇的办公室。 钱涛光说得很直白了。 孙昊觉得这样做很危险,但一想到升迁,还有这种案子,要是不翻案,就是铁案。 低头犹豫片刻,当即抬头,钱局长请放心,我会处理干净的。 去吧。 孙昊点头下车。 钱涛光又给方兰打电话,到说话方便的地方。 警察上去了,会说是你的亲戚,他是接到你的求救电话,来抓人的。 这个小鲜肉还烧毁了陆宇陆县长的办公室。 钱涛光同样干脆地命令道。 方兰脑袋嗡嗡直响,小鲜肉傻,他可不傻,他很快就明白钱涛光的意思。 反正也没什么真情,欣一横说,钱局长放心吧,我会好好照做的,绝对不让您失望。 好自为之。 钱涛光冷冷地威压道。 钱局长,我,我怎么谢您呢? 方兰语气中带着沉浮的八戒声调问。 那是你自己该想的事情。 钱涛光挂断电话。 方兰心中狂喜,这说明钱涛光没有抛弃他,还会接纳他。 平稳度节,这让他更加欣喜,出去狠狠地警告一番小鲜肉。 心中暗道,这个扫把星,差点连累老娘,多亏自己运气好。 全让忘记了,这人是自己招来灭火的。 孙浩很快带人上来。 钱涛光望着变暗的手机屏幕,若有所思,这么安排虽有风险,但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。 只要方兰不翻供,单凭那么个不学无数的小鲜肉,永远都没有证据和机会。 至于方兰这个女人,想想也算是张敏的妻子,一个出轨的女人,玩玩而已,好玩就好,全当刺激了。 这件事结束,张敏自然会处理好一切。 钱涛光反而淡定下来,气定神贤等着孙浩的处理结果。 此刻,张敏已经回到民政局,神色变得非常好,一个下三滥的女人,总算为她所用,完成了一系列的布局,也不枉自己在这个女人身上的所有花费。 她拉开抽屉,看着里面的假护照,身份证和一封匿名举报信,冷笑道,我的杀手锏还没用出来呢。 陆宇,你厉害又能怎么样?我这一步步的,也很不错。 我现在就想办法将何方海送进去,反客为主,看你怎么办。 张敏想着,音音的一笑,随手关闭抽屉。 滴滴,她的座机电话响起。 张敏深吸一口气,接通电话,你好。 张局长,我是陆宇。 另一边传来陆宇声音。 张敏的表现从容淡定,真是说曹操,曹操就到啊。 陆县长有何指示? 你现在准备一下,我们到连租楼那里实地调研。 陆宇说道。 这个时候。 张敏看了眼时间,已经下午三点多钟了,按照正常,快下班了。 我们要了解民众的生活,自然就要他们在家的时候去调研。 陆宇说道。 张敏心中冷笑,嘴上还是客气说道,我马上出发,去连租房那里等你。 辛苦张局长。 陆宇挂断电话,嘴角同样是冷笑。 霓虹超,你追着我调研,我就主动进攻了,希望杨永江和张敏能够经受主。 陆宇又给黄平霜打电话,请他帮忙安排记者,现场随行。 黄平霜在电话中还与陆宇调侃两句,意思是汪诗诗现在茶不思饭不想的,人都已经瘦得生病了。 陆宇内心也是非常复杂。 那个大小节脾气的姑娘,轻轻松松把风都献搞得人仰马翻,可是比圣灵云还让人恐怖,假装不懂前台词,打着哈哈混了过去。 黄平霜内心也是遗憾,很希望陆宇和汪诗诗还有未来。 尤其对汪诗诗那样的女人和家族来说,当众说出喜欢陆宇,出过这种事情,将来很难办。 陆宇啊陆宇,你老爸已经坑了汪家一次,你该不会还要坑一次吧? 黄平霜自言自语说完,立即打电话,安排电视台记者到连租坊小区,配合陆宇调研。 连租坊小区。 陆宇来到时,张敏已经到了。 张敏身边,与他同来的,还有一些民政局的中层干部,张敏自己对工作了解有限,担心陆宇问得过于专业,回答不上来,故意让这些人都来,到时候好给他荡荡剑牌。 看到陆宇,张敏连忙满脸堆笑上前,陆县长辛苦了。 陆宇和张敏握握手松开,怎么来这么多人,是不是有些声势浩大了? 这些同志都是民政局各个科室的科长,掌握各自科室的详细信息,方便陆县长随时了解情况。 张敏解释道,陆宇心中冷哼,估计你是给自己找的挡箭牌吧? 但只是汗手,没有说穿。不过,他很好奇,张敏表现得如此平静自然,非常不应该啊。 反常,按照陆宇的判断,张敏现在应该忐忑紧张才对,烧毁自己的办公室,这个张敏肯定参与其中的。 陆县长,我们现在就进去吗?张敏开口问道,稍等一下,电视台记者马上就到了。 陆宇说道,张敏听说电视台记者也来,心头突然颤抖两下,有了之前的几次直播,很多人对曝光有了阴影。 张敏却又很快平复下来,心中都是冷哼,你这个阵势,比我的还大呢。 五分钟后,黄萍双安排的记者赶到,与陆宇会合,大家算是打招呼认识。 陆宇看向张敏,我们就随便挑一个楼,开始调研好了。 可以,要不从一号楼开始。 张敏建议,中间的吧。 陆宇扫了一圈,看向三号楼,就三号楼了。 陆宇说完,不等张敏等人说话,已经朝着三号楼走去,率先走进了二单元。 张敏看过何方海提供的材料,知道三号楼504市情况严重。 如今看来,陆宇是准备真的曝光了。 心中冷笑,幸好毁灭证据,否则还不好说呢。 张敏收回心思,待人快步跟在后面。 记者和摄像也紧紧跟随。 陆宇进入单元门,眼前就是一案,连灯都没有,眼睛适应片刻,扫尸一圈,这楼道够老旧的,楼道竟然都没灯。 我一会儿就安排人解决。 张敏都没说找物业,直接承诺就解决。 陆宇没说话,继续上楼。 走到一个破损的台阶处,停下脚步,打开手机的手电筒,照在上面,转头看向旁边的记者。 你们拍摄下来,回去鉴别一下这个楼梯破损,露出来的是沙子还是水泥。 我怎么感觉都是沙子呢? 一定要拍清楚。 记者连忙开始涉路。 张敏站在旁边,眼神开始变得冰冷犀利。 陆宇假装不见,继续上楼,看到墙壁有裂缝,也让记者记录下来,根本不理会张敏说的正常合理下沉解释。 记者已经感觉到,陆宇的这个调研,味道有些不一样,变得更加谨慎细致起来。 毕竟有汪湿湿的前车之鉴。 陆宇走到504房间门口,抬手敲响房门。 这个门不寻常。 在何方海给的证据中,门里有一个住户,陆宇记忆犹身。 张敏的神色变得更加不自然,甚至透露出了怒意。 何方海必须完蛋。 房门推开,走出来一个衣着简朴,头发花白的老妇人。 老妇人看到陆宇等人就是一愣,脸上露出慌乱神色,尤其是看到记者的摄像机,本能地要关门。 老人家你好。 我是丰都县常务副县长陆宇,到你们家来走访探望。 陆宇没有说调研,而是说来探望。 老妇人听说陆宇是副县长,脸上紧张神色消失,苍老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问道, 陆宇和颜月色说道,老妇人听说这个来意,脸上的神色更加好了许多,那,那就进来吧。 把门让开,陆宇向前一步,扑面而来的是难闻的骚臭味。 他倒是还算平和,身后的张敏一个没防备,被呛了一大口味道,差点呕吐,连忙捂住鼻子。 老妇人的脸色有些尴尬,搓着手,不知所措。 陆宇走进房间,没有说话,直接看向图片中曾出现的墙壁,祸牙咧嘴般的缝隙已经被堵上。 只能够看到那一片后补的痕迹,就像一大块打在破衣服上的心不定。 陆宇的神情非常难看,走到那片墙跟前,仔细看起来,还是能看到密密麻麻,仿若蜘蛛网状的裂纹。 老人家,这个墙是下沉了,还是开裂了? 老妇人刚想要开口回答,就感受到一道冰冷的目光袭来,她本能看去,张敏已经收回目光。 老妇人就知道,眼前情况不对劲,连忙说道,没有裂缝,就是下沉的,正常的。 陆宇微微醋眉,没想到老人竟然没说真话。 她不甘心,抬手按上那片补的墙壁,就要拍。 张敏走上前,笑着说道,陆县长,这是墙壁,你是相机,能拍出来什么呢? 陆宇听到张敏的话,将手停住,那就张局长试试好了。 张敏,她都想给自己两个嘴巴,怎么那么嘴欠? 内心更是不爽陆宇,竟然铁了心与自己为敌。 她硬着头皮拍动两下,结果自然不会动。 这没什么吧?也拍不出照片来啊。 张敏哈哈一笑,心中暗道,峰会笑这次补救的还算是不错。 把这面墙也录下来。 陆宇没有回答张敏的话,而是让记者继续录下来。 记者立即上前摄录。 张敏知道,陆宇这是不弄倒自己,事不罢休,眼底闪过怨毒。 陆宇看向老妇人,家里有什么人吗? 老妇人眼睛红了,看向卧室里面,有一个瘫痪的儿子。 陆宇明白了骚臭味的原因,点点头,朝着里面走去,看到床上躺着一个身材枯瘦。 双眼无神的男人,头发凌乱,脸脏兮兮的,看不出实际年龄。 男人看到陆宇等人,脸上还是露出害羞,本能用黑德发亮的被子盖住了脑袋。 陆宇诧异,这个男人智商没有问题。 老人家,孩子是怎么瘫痪的? 八年前,被车撞了,捡回来了一条命,人没死,落下了一辈子的瘫痪。 老妇人一边说,一边抬手抹着脸上泪水,眼神中都是悲苦。 现在什么情况?陆宇同情地问道,已经截肢了,因为没有轮椅,就只能这么长年躺在床上。 我老了,也不知道能照顾她多久,老妇人再次哭诉道。 陆宇转头看向张敏,张局长,现在一楼有没有连租房? 张敏闻听,立即明白陆宇这是想要给这对母子换个房子,毕竟五楼太高了,老人年龄也大, 上下楼不方便,她脸上故意露出为难之色,摇头道,都没有了。 陆宇汉手,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一张纸盒笔,写下她的电话号码,递给老人。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,要是再有什么困难,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。 直接给你打电话? 老妇人止住眼泪,愣愣地问道。 陆宇点头,是的。 你,你不是副县长吗? 那可是大官,我能给你打电话。 老妇人更加震惊。 我是为人民服务的,不是什么官,遇到困难,给我打电话就行。 陆宇笑道。 老妇人闻听,顿时感动,连连点头,谢谢。 谢谢。 陆宇微笑,看了一圈,让记者将更换的防盗门都录下来,又走了几户人家,然后结束调研,回到连租楼小区的门口。 张敏等人都看向陆宇,不知道陆宇想要干什么。 陆宇看向张敏等人,今天的调研到此结束。 之后,他直接上车,走了。 张敏等人愣住,没想到陆宇就这样走了,这是什么情况? 讲评没有,记者这边也没有什么安排,就这么走了。 张敏等人愣愣地看着陆宇的车子离开,然后也都兴兴然地离开。 张敏的心中非常不安,觉得陆宇很不正常,他的目光不时地看向这些小区里面, 似乎每一户人家,都有可能将他被炸得粉身碎骨。 张敏自己开车来的,走到一半,就停在路边,开始思考陆宇的一番举动。 最后,他决定返回连租房小区,细致观察一下再说。 此刻,陆宇已经半路下车,打车去了丰都广场。 陆宇掏出手机,拨给卢旭辉。 陆县长,你跟美韩姐请个假,帮我个忙。 陆宇笑道,陆县长请警管下指示。 卢旭辉脸一红。 你到连租房小区附近,帮我小心查看一下,附近有没有人行动诡异。 我一会儿回连租房小区,你重点监控什么人在监视我。 陆宇对卢旭辉吩咐道。 卢旭辉当即想到陆宇办公室被烧,肯定有关,立即答应。 陆宇挂断电话,进入丰都广场,直接去了家居区,买了两床被子,然后又去买了个轮椅,之后下楼,重新打车回连租房小区。 连租房小区门口,陆宇没有让出租车开进去,故意拿着东西下车,目标很明显。 此刻是晚上六点钟左右,太阳已经落下去了,隐隐乎乎地要黑天,光线差,勉强看清人。 陆宇的出现,让等待旁边的张敏,顿时警觉起来,接着眼底露出冷笑,陆宇果真是阴险。 陆宇拿着东西,朝着里面走去,张敏立即警觉地跟了过去。 他不知道,后面的卢旭辉一直紧紧地盯他,丝毫不差地录下了张敏的行踪。 后面的张敏一直跟着,看到陆宇真的去了二丹园,就知道去了老妇人的家中。 他心中开始忐忑不安,担心陆宇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什么。 心中生起一种莫名的恐惧,又不敢跟得很近,只能是站在楼外观看。 卢旭辉同样远远地跟着张敏,监控张敏。 陆宇不知道这一切,他来到老妇人的家门口,再次敲响房门。 老妇人打开门,看到陆宇拿着一大堆东西出现在门口,当时愣住。 陆,陆县长,你,你这是? 大妈!我给买了个轮椅,顺便买了两床被子,心得柔软舒服些。 陆宇笑道。 老妇人的眼圈直接红了,谢谢陆县长。 谢谢陆县长。 别客气。 陆宇拿着东西进去。 老妇人抹着眼泪关上门。 陆宇将东西放下,把电动轮椅调试好,看向老妇人瘫痪的儿子,坐上试试。 老妇人手摸着白亮的轮椅钢管,脸上都是欣喜,爱不释手,连连点头,儿子,听陆县长的话。 陆宇帮助老妇人将儿子抱到轮椅上,按照说明书,交给男人怎么使用轮椅。 男人眼中都是欣喜,双手激动地操控起轮椅。 电动轮椅开始动了,在基本没有东西的空屋内移动起来。 坐在上面的男人,激动地呜呜哭了起来。 八年了,在床上静静躺了八年的他,终于能动了。 虽然靠的是轮椅,但他还是能够动了,不用双眼,只能看到屋内的棚顶了。 老妇人走过去,抱住儿子,呜呜地哭了起来。 对了,你们叫什么名字?我还不知道呢。 陆宇看着相依为命的两母子问道。 我儿子叫王小虎,你喊我张大妈就行。 老妇人流泪说道。 陆宇点头,张大妈。 张大妈满脸喜悦点头,眼神中都是感激。 陆宇从兜里掏出一万块钱,张大妈,这个钱你收下,你们两个都需要调理一下身体,买点生活用品。 张大妈见到一摞红彤彤的票子,顿时紧张地摆手,这个不能要。 不能要。 你已经给我们不少东西了。 陆宇抬手塞到张大妈的手中,收下吧。 这是我个人的钱。 张大妈拿着钱,苍老的脸上滚落泪水。 王小虎的脸上也是悲喜交加,只是他的一双眼中仿佛露出了一抹希望。 只是,这个变化一闪而逝,没人发现。 陆宇坐了一会儿,在那样的空气里,喝了一杯张大妈给他倒的水。 张大妈和王小虎对陆宇是印象真的很好, 在他们眼中,陆宇不是作秀,而是一个贴心宪长。 不过,三个人的交谈,基本都是家庭琐事。 王小虎都没说什么话,更多的是练习轮椅,仿佛爱不释手。 陆宇坐了半个小时后,起身离开。 张大妈把陆宇送到门口,陆宇下楼离去。 张大妈返回,看向儿子王小虎。 王小虎的眼睛看向门口方向,妈。 张大妈以为儿子是高兴,抹着眼泪说道, 这个路线长人真不错,一点架子都没有,还不嫌我们脏。 喝家里的水呢? 王小虎内心波澜起伏,刚刚他给的电话号码呢? 你给我看看。 张大妈没多想,就给王小虎看了。 王小虎默默记下电话号码,没有说话,回了房间。 张大妈以为王小虎是高兴,就没去打扰。 王小虎坐在屋内,陷入了沉思,似乎非常的纠结。 陆宇一出来,张敏远远地就看到了。 抬手看了眼时间,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,内心满是忐忑不安。 陆宇离开。 张敏走出来,站在楼下,盯着楼上好一会儿,最终没有上去,而是阴冷地,看向陆宇消失方向。 已经暗自下定决心,尽快将匿名信交给纪委,将何方还搞进去,打乱陆宇部署。 张敏想通这一切,走出小区。 隐蔽在暗处的卢旭辉跟出来,眼神同样犀利,紧紧地盯着张敏。 关于是不是有人背后监视自己的事,陆宇没在思考,将这件事交给了卢旭辉,就像是将自己的后背交给了兄弟,他绝对放心。 陆宇现在思考的是,这个连租房问题怎么解决? 眼前没有证据,也不能把那些后补的地方敲开来验证,那就是过街了。 至于说楼梯台阶破损的沙子多,那就是他的打草惊蛇,意义并不大。 陆宇陷入沉思。 另一边的张敏,回到办公室,直接取了匿名信,开车来了纪委,将车停在大门远处。 之后,他才悄悄下车,找了一个路边卖东西的大妈,假装买了些东西,然后给了对方一百块钱,让其将匿名信交到纪委的值班室。 大妈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,倒是轻车熟路,很快就送去了,张敏确认信送到,立即开车离开。 他的这一系列操作,也被卢旭辉全都录了下来。 张敏之后,开车就在路上到处闲逛,仿佛是没有目的,卢旭辉见没有什么跟踪意义,就打车去了陆宇家中。 陆宇刚刚吃完饭,正在研究连租房的解决方法。 卢局长辛苦了。 陆宇站起身,给卢旭辉拿了一瓶水。 卢旭辉也没客气,拧开盖子,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瓶,放下才说道,从你出现到离开。 张敏一直在跟踪你,这是录像。 卢旭辉拿出一个监控设备,递给陆宇。 陆宇立即连上电脑,看了起来。 看完,陆宇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子。 关键点在那封信上。 陆宇说道,他可能举报谁。 卢旭辉沉思问道,若是我没有猜错,应该是举报何方海。 陆宇说道,举报何方海。 卢旭辉一问,他自然不知道陆宇、焦泽磊与何方海商量的对策。 这个我来验证,你最近费点心,有时间就帮我监控一下张敏。 我怀疑办公室被烧这件事就是他们所为,只是苦于没有证据。 这个案件,一定要水落石出。 陆宇坚定说道。 陆宇掌放心,我明白怎么做。 卢旭辉点头。 要光明正大,不搞小人的阴险行径,明白吗? 陆宇强调。 我懂。 爱。 陆宇叹息。 怎么了陆县长? 卢旭辉盲问。 丰都县公安局,刚刚走上正轨,就要滑坡,看着痛心。 陆宇第一次透露出内心不满。 卢旭辉的眼中也都是愤怒,要是他们这批人都在, 现在的公安局战斗力何止这样。 这点事儿还需要陆宇找自己吗? 陆县长放心,我一定完成任务。 卢旭辉保证道。 别有压力,我们只是备份,最重要的还是公安局的调查。 陆宇最后强调。 卢旭辉点头。 两个人又商量一番,卢旭辉离开。 陆宇要给焦泽雷打电话,焦泽雷的电话已经打了过来。 但是这种称赖雷的调查体与其中的电话, 还在他的调查体系统、